現在才知道 選對房貸的協俏 菁姐 妳最近有要跟銀行 談房貸的問題對不對 是 因為現在政府的政策就是 有一點點在壓抑 不管是利率會稍微比以前高一點點 那倒是 那受信的一個比那個乘數 會稍微低一點點 而且我覺得好像講到房貸 就是琳琅滿目 對不對 常常我有一個感覺就是 人家講得非常專業 可是我真的聽到沒有 然後到最後我就只能告訴他說 我要貸多少錢 然後我希望利率不要太高 只能講這兩句話 到最後就是簽名 喔 好 簽名喔 好 那今天其實我們的觀眾朋友 就沒有這樣的困擾 我們今天要把所有的 一般理專跟你講的 被了天花亂墜的一些琳琅滿目的 一個一個拿出來做比較 是 給你看 用哪一個對你比較有利 那當然就房貸來講 有一點就跟保險一樣 沒有對跟錯 最主要是你選對的一個房貸 跟你本身的條件相符合的 就是一個有利的房貸 所以今天啊 我們就要教所有的觀眾朋友啊 可以針對每個人呢 你是不同的收入 然後呢 你是固定收入 還是你是比方說是業務收入的人 來選擇不同的房貸 或者呢 針對你的理財的習慣 來選擇你的房貸 對 是 差很多喔 沒錯 趕快先來 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 等一下我們大家再好好的 一起來上課 首先歡迎到的是瑞君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人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歡迎麗菁 主持人好 人生大家好 好 那因為談到房貸 我們今天請到兩位專家 第一個是房地產的專家 佳馨 大家好 不要所有的朋友 跳到比賽的專家 靜鴻 歡迎大家好 金門 是 我們現在賺錢很不容易喔 但是房貸的話 你多一趴 你知道會差多少嗎 如果一千萬 一趴就差一萬啊 不是啦 不是這樣算喔 不是啦 你看我就說我聽都沒有 對 其實如果說比如像你的房貸 是兩趴 對 一千萬 跟三趴的一千萬 那拉長時間二十年的話 對耶 差一趴是差一千萬的一趴 差多少嗎 差很低 差一百一十七萬 好可怕喔 一百一十七萬耶 要賺很久 是一桶金了耶 對啊 而且我們今天講到房貸 可能很多觀眾朋友會覺得有點難 然後就開始覺得有點頭暈 可是重點是 房貸跟我們是 息息相關 你的荷包到底可以省多少錢 我們趕快來上課 好 看到第一種族群呢 資金有限者固定收入的上班族 是 現場有誰是屬於這一種 大概像我現在就是這樣吧 就是每個月差不多都是領固定收入 真的 對 因為我在購物台上班嘛 所以它的收入大概每個月 固定的月薪 固定的相差不多 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像利清這樣子啊 到底是適合 用什麼樣的房貸會比較有利 什麼樣的 指數型的房貸 對 其實指數型房貸其實應該是說 你乍看之下應該是 所有的房貸的利息成本最低的 乍看之下 乍看之下 所以我們來破解它一下好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表 就是說基本上指數型 它所謂指數 它的指數就是跟著所謂 大概是兩年期的那個定存利率 那現在利率普遍是比較低嘛 一年期它一點多什麼 所以感覺上它好像利息 會比一般的房貸來的低 但是它後面還有一個加碼利率 它通常可能在第一年到第三年 就是它給你比較低的一個 所謂的寬限 加碼利率 對 比較低的加碼利率 所以相對來講 那比較低的這段時間 它的利息是不是相對比較低 對 所以如果短期之下 上班族如果一開始資金 因為一般買房子都要裝潢 要花錢就可以用 在這段時間就可以有 比較主供的閒置資金 可是它在後期加碼的部分 的趴數就會 會拉高 後面的負擔就會比較壯 那我可以在前面那三年 比如說時間到了時候 趕快再換另外一家銀行 又用這樣子 對 可以去試算 如果三年之後發現 有更好更低的一個利率 對 趕快再換另外一家 就永遠就享受那個前面的 可以這樣子 可是只要說 需要手續費 要手續費 對 手續費可以盤 而且你的手續費 因為它是總金額 房價的金額都比較高 對 所以應該還是划算的 就是如果你可以談到 一字頭的利率比較低的話 算起來是划算 其實大家要有一個觀念 銀行什麼都可以盤 包括手續費 包括像利率 然後包括像代 代書會大部分都比較不能談 另外的話 你設定那是固定的 那是政府要的 這兩個比較不能談 其他都能可以談 可是如果後面沒有去談的人 他就是要付比較高的利息錢就對了 這就是要提醒大家的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人都會忘記 因為盲 上班族的定義就是盲對不對 那盲的過程其實最簡單就是 之前有提過就是 打開你的房貸扣款的金額 它上面都會寫你現在的利息 大概利率是多少 對 每一次扣款都會有秀一個數字 你會發現它自然慢慢調高 調高銀行會不會告訴你 不會 不會 所以這就是消費者自己要做的 沒錯 而且要提醒觀眾朋友啊 就是常常自己要檢視一下 然後三不五時可以打給那個李專 或者是自己去銀行 詢問一下有沒有配套措施 可以適度的做調整 因為他們可能也會有 忽然會有又有新的那個什麼出來了 然後你可以去轉 對 三個月關心一次就可以了 真的 因為好像大概都是計條 一計 對 但是前提是你的還款 你的金額要很好 就是你每一期都是要按時去還的 對 像這樣的客戶的時候 你就是大概三個月打電話去問他 跟他關心一下 他就會說不好意思 那我忘記幫你調整 我再幫你調整 剛剛我們介紹這種指數型的房貸 利青有考慮過這種 還是你本身是用這一種 我本身應該就是用這種 因為在之前我大概幾年前的時候 那算是我自己就是用自己的錢 第一次買房子 那以前如果是用自己的名義 可能媽媽都有把我們拿去當人頭用 那自己來付錢 但是因為自己身邊手頭邊 也預算有限 所以就是買了一個捷運共購 新北市捷運共購的房子 那其實它就是一個小套房 總價也不是很高 但是當然還是用了 就是付了頭期款 然後用了利率 可是因為其實我對於這種房貸什麼東西 我自己真的是一個理財的智障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我有一個很天才的理財的媽媽 所以其實都是我媽去幫我來談好這個房貸 只是我知道說我除了每個月去扣 我知道我的那個房貸其實是浮動的 會有高有低 那我當然就是如果手邊有一筆錢 我就把它存進去讓它每個月扣 那基本上我是沒有像剛剛專家講的 經常打電話去關心 那我也不曉得他是不是有打電話給我媽還是怎麼樣 他不會主動打電話 他不會打電話 只有你玩腳了他會打電話 你忘記腳了 所以瑞金像剛剛這樣子 他們講了說前面兩三年都是一字頭的 這種房貸會不會很吸引你 我覺得基本上現在銀行都很聰明 基本上都是這一種耶 我覺得 他因為現在沒有固定型的嘛 那因為都是指數型的 然後基本上他們為了要吸引大家 都是說你看我們現在是1.88喔 1點多少喔 可是你仔細問清楚 它全部都是這一類型的 就後面還會加 全部都是前面一年兩年三年的那種 那我當初也是這種 可是我說句老實話 因為我當初就是我房子的 它的貸款金額也不是非常的大 所以這個不太是我考量的重點 就是說因為我曾經稍微算過一下 比如說我一開始很積極 我說不行 我一定要比較 不同的銀行這樣 然後就試算了一下 然後後來對方也很尷尬的 跟我講說其實你這樣每個月 就是差好像兩百多塊這樣 那你就頓時就覺得說 好像就是為了 金額也差不多 對 為了這個每個月差兩百多塊 我想說那還不如就是說 選擇一個比較願意給你 寬限的貸款層數的 或者願意給你一些 寬限期的銀行 給你方便的銀行啦 對 就說美國會用這兩百多塊 然後給你買方便啦 對 我就沒有那麼斤斤計較 那個就是雞點 雞點幾雞點幾 是 是 是 那像仁豪呢 你怎麼 我覺得我應該算是尾巴撿到的 因為我一買房子 我去年買的嘛 我一買完房子 一下訂 然後一付 開始付貸款以後 我就看到新聞上面講說 為什麼我所有的房貸都漲了 變成2%了 是 是 所以我那時候是 算是運氣很好 怎麼可能發生在你身上 所以久了也會到我身上好不好 那1.88多久 3個月 他那時候跟我講法 不是3個月 他說就是像比如說他除了 除非是央行調整利率 我的利息才會跟著浮動之外 那他這樣是算支出嗎 他也是浮動 沒有 也是浮動 也算是一種 他也是一個浮動的一個利率 但是不一定三個月 對 不一定三個月 他說如果央行都不動 他就不動 對 央行一動 今天一動 他明天馬上就動 對 那感覺起來 他的是不是好像還不錯 他那個講法比較 好像比較是一段式的 那一般有一種叫三段 他可能分半年 一年 兩年 三年 他會調 那個後面的利率會增加 他那個說法可能就是比較偏一段式 指數型房貸有分階梯式和一段式 階梯式的加碼利率 會隨時間逐漸拉高 而一段式則是將後段加碼利率 鎖住 比起階梯式房貸 利息相對更穩定 但是一段式不代表利率 就不會變動 一代央行升息 利息一樣會變多 而且我還有一個 就是我可以建議大家的 因為我固定都是有一個銀行往來 你確定 你好好建議 我們觀眾都很認真在看 我覺得這張滿有用的 因為像我周邊的朋友也是這樣 他們有個固定的 比如說上班族 他有固定的薪資 對 那他一定是比如說 到某一個銀行裡頭 所以他固定薪資的累積 然後他的錄影就會比較好 那你這個時候 你就有籌碼在身上說 我跟你談 你給我1.9 那你如果這樣的話 我以後的所有的薪資 所有的錢 我就不存在你這邊了 因為有一家給我1.88 繞狠話就對了 對 馬上那個銀行 李專馬上就會變態度 那個要不要上百萬的存款 再來談 如果是每個月 一萬多 兩萬多 那不用談 對 而且他的錄影就是要 你要在這個 像我是固定的一家銀行 你是放在定存的 對 放定存的 然後活存的也有 然後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們要集中火力 先累積一家銀行的 就是VIP之後 然後可以跟他談條件 對 我知道有這個優勢 我就跟他講說 那如果你不給我好 因為我就比嘛 問朋友 你的房貸多少 1.9 那你的房貸多少 1.84 那我就跟他講說 人家這1.84 那你給我1.9 你這樣很不夠意思 那你這樣的話 我把所有的錢全部抽出來 而且還可以談 比如說我是談20年的 我後來知道70 我可以談30年 不過他統統你還的錢會比較多 更多 因為利息付得更多 20到30其實不差 對啦 就是如果以一般上班族來講 說不定他們覺得 對 只是說比較輕鬆 輕鬆一點 但時間拉長也是一樣 我覺得現在大家最大的困難 就是說 你說那個貸款乘數低一點 對 這個貸款乘數低一點 就很多耶 現在隨便一個40幾年的老房子 隨便都是1500萬起跳幹嘛 這所謂的低一點 就是150萬能不能帶下來 對 可是我覺得現在的房中 就是他們在買賣房屋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好的服務 因為平常我們去比較利率的 所以平常我們要一間一間 自己去比較利率嗎 總共已經幫你做好了 對 有的銀行就像仁豪講的 我們可能沒有集中活力 累積實力在那家銀行的話 我們就談不到 可是現在的房中在買賣的時候 他就會自動提供你最少五家 然後就告訴你說寬限期有多久 然後你貸款年有多久 利率是多少 那我們要請問嘉欣一下 這種紫蘇性房貸要注意 哪一些地方跟風險 其實紫蘇性房貸 就現在最重要是在於 就是所謂 因為事實上很多的朋友都會覺得說 我們可能跟過去相較 就是說可能跟憲哥 你買第一棟房子的時候相比 那時候可能利率是 方向改了 對 利率可能十幾% 但是現在的利率的話 大概都是一兩%左右 可是如果我們長遠來看的話 利率事實上是有可能往上走的 所以如果我們同樣借一千萬來說的話 你可能兩%跟三% 一個月大概可以差到四千八百塊 所以其實對於就是自動客戶來說 壓力會非常非常的大 對 那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第二個部分來說就是違約金 像剛剛憲哥很聰明 就是我們可能三年之後就來搬個家 但是銀行也很聰明 銀行就會說我前面給你這麼多的優惠 你三年一到就要跑人了 所以有些銀行 他會有所謂的一個違約金的制度 那通常大概的算法都是說 比如說你跟他借一千萬 那你要是第一年就跑了的話 你的違約金就是1% 就是用你這一千萬去1% 那第二年呢 第二年的話大概0.75% 第三年的話大概是0.5% 所以他這個部分可能必須是 如果你要轉代的時候要稍微算一下 對 然後另外來說的話 就是說你在這個利率的一個部分上面 會不會有所謂的一個利率過重的問題 因為有些人他會用 14年以後 就以這個例子來說好了 如果貸款一千萬 二十年期 那他可能第一個前六個月 他也許是一個很優惠的利率 就是1.994 那七到十二個月的話 可能稍微差一點點 就是2.169 那到第二年之後的話就2.369這樣子 那他這個寬限期來說的話 他本金是不用付的 所以其實他只要付利息的時候就好了 付利息的部分就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一到六個月 他一個月只要16000多還好 那到了七到十二個月 18000多也還好 對 可是到了第一年之後 你就會發現很恐怖了 就是本金加上利息 一個月要還54000多 那當然另外來說的話 就是附加費用的部分 附加費用的部分的話 除了我們剛剛提到的違約金之外 那另外有一些 比如說你過戶 你要辦代數費用啦 對 然後另外來說的話 有一些他可能會有 你到新的行戶 他會有一些新的什麼 比如說是帳戶的費用 管理的這些費用 那這些你大概都要精算一下下 那可是我會提醒就是觀眾朋友 如果說 像剛剛季妹妹說得很好 就是說有些房仲 他會提供所謂的優惠房貸 就是跟一些銀行 因為他用的是一個團購的概念 但是如果你是軍公教 百搭企業 或者是說是像是醫生 律師 會計師 三師 對 這種就是身分的人的話 你可以去跟銀行個別談 因為銀行會為了爭取 你這樣優質的客戶 他會給你非常好的一個貸款條件 所以都可以談 那我再請問加信一下 因為我們最擔心的就是利率上漲 那以目前來看的話 利率未來是子生不會跌 這個趨勢應該不會改變 問題是你利率上漲以後 對上班族來講 他的負擔加重了 那以上班族目前來講 他有那個能力跟銀行 來談利率的一個條件嗎 第一個是你 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滿賠 我們講不好就是滿賠 他就會覺得說 我就玩兩天 差一天 差兩天 其實那個很不好 因為我們有的時候可能 就像你說的 我們沒有主力在這個銀行 然後我跟你貸款 所以我要另外開一個戶頭 對 你要轉帳對不對 對 我通常都是 比如說一次轉半年進去 可是到了那個半年的時候 還是會旺旺 就有點不在了 對 你看所以人好還是比較聰明 他就集中在於一個銀行裡面 因為我所有的資金往來 大部分的 對 大部分的 對 可是因為我也有集中火力 一家銀行 但是每次好像要換 買屋談貸款的時候 集中火力的那家銀行 給我的東西條件 都不好 你是不是輸電禮嗎 不是 我就說要選對銀行 因為集中火力 搬走那個人 你說我的投資全部搬走 我看他要不要跟你談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種族群 積極理財族 是 手頭有資金的人 現場有這樣子的請舉手 就是 瑞君 有時候我們就是 如果說工作有的時候 會有一筆現金 對 然後你就會很積極地想說 比如說投資股票 基金 想說怎麼處理這筆錢 有的時候手頭會比較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觀眾朋友 你也是屬於這個族群的話 到底適合哪一種房貸呢 這是什麼 是 那要請問俊鴻 什麼叫做 底力型的房貸 為什麼比較適合 這種積極理財型的 對 其實底力型房貸 一般都比較不會 是用在手購 比較是他已經 貸款一段時間 他手頭上有閒置資金的 那怎麼說 為什麼是抵賴 底力就是說 好 我今天有 你抵賴 抵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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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家一刷 對對對 底力型就是 你貸款比較500萬 房貸500萬 然後你手頭上 有200萬的現金 那你存進去 那這200萬 他就似同 你好像已經繳了 這200萬的房貸 你隨時還是可以動用的 還是你的錢 對 還是可以動用 但是他就不算 你這200萬的房貸 利息 對 感覺好像是 你只要繳300萬的利息 賺到了 很棒對不對 可是他中間 他的第一個 底力型房貸的利率就比較高 剛剛是不是講 那個仁豪講1.88 對 那大概就是2點 2點多 2.69 差滿多 就有很大的差距對不對 而且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那200萬放在銀行 一般是不是要有利息 對 如果放一年都不動要 一年存款利息有1.3 是 抱歉他不會給你任何利息 對 因為他已經抵掉了2點多 對 他已經把你抵掉了 抵掉了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抵利型房貸一般就是說 你是把他 譬如說我今天手上有銜簽 那我沒有用到他 對 那我就把他先放在這邊 讓他可以掃繳一些利息錢 對 可是你可能未來 看好時機的時候 需要用到這些錢 你還可以在那 就隨時可以動用 對 像那種抵利型的 通常他會不限制你那個 自己靈活運用的金額嗎 還是說可能就會像你講 有限制要100或是200以上 就是在你閒置資金 放進去多少 就是那筆錢 其實他等於說 大家一個觀念是 他就是你的錢 那筆錢還是你的錢 你只放在銀行 可以 他不給你存款利息 所以你還是隨時動用那些錢 可以 不過利清既然有這個質疑 你一定在想說 真的有比較好嗎 對嗎 我們要來算一算 請嘉欣幫我們算一算 這個抵利型的 我真的有比較便宜 試算一下下好了 就是說如果有個網先生 他的存款有200萬 但他需要500萬 那他貸款年數的話 是20年期 如果說他用一般房貸的話 我們平均利率大概抓2%左右 那他如果說 因為他有200萬 那他就借300萬 那他大概的總利息 是642360塊 20年 對 然後如果說是他採取 抵利型房貸的話 他大概因為利息稍微高一些些 拿到2.69 那他因為他200萬是卡在那邊 那季息的部分是只有300萬 那利息的一個部分來說的話 大概454829 但是差別是在哪裡 差別是在於就是說 一般房貸還的期數是比較長一些些 以這個例子來說的話 他大概一般的房貸 差不多是還247 那如果說是抵利型房貸來說的話 他大概是128期 那當然這是一個例子 對 當然這是一個例子 那另外一個例子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如果王先生他只有100萬 對 所以他還是一樣需要500萬 對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如果說他採取所謂的 一般房貸的計算的一個方式的話 總利息是85萬多 那如果抵利型房貸的話 你就發現好像比較多 對 所以換句話說就是 如果你是存款比較多 那你又不知道怎麼樣去運用 要放在銀行的人的話 對 選這樣比較划算 但是如果說你錢比較少 對 那就乾脆可能去做股票 或是去做其他的投資 就是要對自己的投資功力 非常有信心的人 絕對會超過2.6 要跟著憲哥做 如果旁邊有一個季老師的話 比如說你現在那個100萬 你拿出來 剛好你有一個好朋友打電話來 對這機不錯 結果今天買的明天賺7% 當然就可以啊 對不對 這個你一方面也可以零和運用 一方面你自己對自己來講 不管是投資 未來你找到標的 不要說到時候找不到 很多人去做生意的人 而且7%扣掉2.69 然後再扣掉二代減寶 我還賺耶 對 還有真心 賺十多耶 對 如果你會理財是這樣子 憲哥我有一個問題 這樣子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對 就因為我如果有一筆錢 我放在裡頭 但是我可以替所有觀眾朋友 問一個問題 比方說我現在有兩百萬 我買五百萬房子 我兩百萬存進去 對 但是這兩百萬拿走以後 這個就要開始 算息耶對不對 就會恢復到2.69 然後你還是一樣 還是2.69 就變成五百萬的利息 五百萬的2.69 那這樣有陷阱耶 不會啊 你兩百萬去 你賺超過2.69 因為以郭仁豪現在的 你可以賺到7% 8% 不是啊 可是這樣子很不划算 因為我錢存在銀行裡頭 我沒有利息就算了 那我到時候又不能 那就變成說 如果你錢不存在裡頭 你就要準備轉代了 你應該都要換另外一種方法 除非你是長期儲用 你如果這個一般來講 所謂的投資理財都是希望 轉期的 以日繼期的 就是說你挪用出來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又還回去了 對你來講會比較有利 那如果你一拿出來 就一年的話 你乾脆就不要用底力型了 對啊 其實早期我們銀行的話 就是說因為早期如果說 像現在央行 它的貸款是比較緊縮 是 所以其實早期如果說 我們貸款的這個部分 很多人都會這樣子 比如說我可能一千萬的房子 我還了五百萬 五百萬之後呢 我可能臨時需要用錢 我就拿去銀行重估 再把這個東西再多借一百萬出來 可是現在央行對於這個部分 它限制很緊 對 所以就變成是說有些人 他會採取這種 我們剛剛我們所謂的底力型 他就是可能一筆錢 他不要直接先還 對 因為他怕還他借不出來 沒錯 對 就變得很窮 你知道我有朋友就是這樣 明明房子買一千多萬 然後有一天就跟我講說 他可能想要換貸 我說為什麼 他就說因為他其實存了 大概五六百萬 不錯啊 一個女生 年紀輕輕的 可是他就變得 深無分文 是 他就每個月賺的錢去繳房貸 然後就沒有錢 然後當他運用的時候 明明錢都在那裡 可是不能動 對 可是看不到 對 而且明明說這支股票 買了明天後天 大後天一定會賺 結果就是沒有那個錢 最有限的錢 把錢金金看他起床 兩支 說不出錢 所以底力型的房貸 除了適合很會投資的人來說 是不是也可以講說 如果你是存款資金比較多的人 也可以選這個房貸 當然可以 對 就是說你的資金的運用比較靈活 對 而且你未來有比較多的機會 去做一個投資的管轄 那他這種底力型房貸 有規定的時間或金額嗎 都沒有 有 他其實有一些地方要注意的 我覺得現在這個節目真的很棒 教很多的陷阱 剛好我們要注意的有幾件事情 你兩百萬剛省下來的 你沒有那個存款利息對不對 我本來應該有一點多趴的利息 他底掉那二點多趴 照理說只是互底 你沒有賺到什麼 對不對 各位知道嗎 你在年底的時候就會收到一個 扣腳平單 利息所得 就是你那個省下來的不算所得啊 對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說你會在意所得 利息所得的問題 因為現在利息所得的免稅27萬 如果他你本身有這個考量的話 其實要注意到這個部分 第二個事情 那我們也知道今年開始 是不是要補充保費 利息所得要客戶身保費對不對 所以一樣你這個利息所得 也會有補充保費的問題 超過五千塊 整一再大一成比 對 對 對 但是這個不見得影響會很大 比如說因為你實際上前方銀行 也會有利息所得 但是你想想看那個利息所得 方向銀行假設一年是1.3% 利息所得這邊是2.69 那可能就會反而你的成本會高一點 對 所以這個成本 補充保費的成本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如果聽俊宏這樣講的話 那有一個建議就是說 你把那兩百萬放在定存 然後你去不要做底力型的 那定存你隨時要用 你跟銀行簽一個企業簽號 隨時可以拿九成對不對 定存存單底啊嘛 拿九成就加頂多加兩碼 就可以接到這樣也是可以 這樣的話你的利息所得 就不會變成2.69 就只有1.3 或者是等一下會談到第三個房貸 那可是我想問一下 比方說像俊宏剛剛講說 我們省下來的 他也給我開稅單對不對 這個可以跟銀行談的嗎 沒辦法 沒得談 好吧 我們就是要先了解一下 到底哪些可以談 哪些不能談 免得跟人家亂繞狠話 然後他說就跟你講不能談 就亂講 還有一點 還有去年有個朋友 他就是聽了李專說 這個比利息房貸的那個 很棒啊 好像可以 他有閒錢 結果他後來仔細去看一下合約 居然他抵利不是有些合約 是不是百分之百 抵掉你的所有的2.69%的利息 沒有要抵通法 什麼意思 他上面寫的合約是 我抵掉50% 1.3 所以這個部分 他後來發現的時候發現 怎麼當初沒有被告知這個訊息 也就是說實際上他有第三個書 問題如果他在街上有寫這樣 是你沒有看清楚 對 可是一般他可能在過程當中 或李專在講解的時候 對 當他真的後面 已經辦完了這件事情之後 再來看已經繳了半年之後才發現 為什麼我的那個利息是 還要在自己還要負擔另外一半的利息錢 那後來這家銀行也發現了這件事情 造成爭議 所以他在後來半年就主動幫客戶調整 變成百分之百代 那前半年的客戶很衰 很衰啊 對 所以基本上這個也是 李力賢房在一個要注意的部分 沒有被通知到的客戶 他銀行一定也就裝作不知道 當然啦 對不對 對 所以大家為了自己的權益 還是要常常去檢視一下 到底繳了多少個東西 不然的話就要常常看現在才知道 沒錯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第三種族群 是 企業組 靈活週轉期 那我 所以仁豪是屬於這一種嗎 這個我之前有聽過 因為我那時候沒買房子 但是有人跟我講過這樣的一個房貸 因為那時候我在自己在做生意 他說如果你有做生意的話 我會建立你用這樣的一個房貸 這是欽人才推的 對 因為他說 這個東西來往的資金會 你運用的資金會比較大 可是我實際的狀況 我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以我那個時候的狀況 我會比較選擇做這個 那這個叫做什麼房貸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是也是屬於這種族群的話 到底適合哪一種房貸呢 好 理財型的房貸 對 那這個是適合人好跟近年來的 對 憲哥 因為只有人好跟近年來的 我不懂了 那個憲哥說理財型房貸 是去年才推出的嗎 去年開始再大量的推 不過這個我們可以來請問這個嘉欣 什麼叫做理財型的房貸 其實理財型房貸簡單說就是 你還進去的錢 你還可以再借出來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 循環使用 對 我們剛剛前面不是提到說 央行現在對於貸款的這個部分 它是有緊縮 然後對於你要再借款的部分 它也是有緊縮 那所以其實這幾年來說的話 很多人為什麼會說 剛剛憲哥說 為什麼這幾年越來 這一兩年越來越熱 其實主要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事實上過去有很多人 是把他的房子 當作是一個周轉的工具 本來就周轉工具 對 反正就是 把不動產當動產 當動產這樣使用 對 那所以其實以前借錢比較簡單 現在借錢比較難 所以就有這樣子的一個 新的一個所謂的一個 貸款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這個人借400萬 那他可能第一年就還了15萬 那還了15萬之後 他可以動支的就是15萬 那如果說他到了 因為你就是 他隨著就是每年的還款的 這個額度越來越高的話 你可以看到第五年 也許他就是還到82萬 那他就可以動支這個部分 那如果說到了第15年的話 如果說他是還到281萬 那他就可以動支到這個額度 那當然就是說 以這個狀況上面來說的話 因為銀行也不是傻瓜 就是說他可能 在這個部分上面來說 他也會再幫你 就是說你動用的這個 這個資金的部分 他也會算利息 加碼 不僅算利息會加碼 對 但是他一定比信貸低 對 像我現在 原來我是借400萬對不對 到了第15年的時候 我需要281萬調出來用 那我的281萬就會用 當時的那個浮動的加碼利率 應該是用你的貸款利率 再加幾碼 加幾碼 所以其實他是透支付的一個概念 對 他只是把他再另外包裝 可是那我借出來 叫做理財型的那個 可是請問我如果把281萬 借出來之後 然後他的利率就是比我的 原本的房貸再高一點 那我在還的時候 他也是像剛剛憲哥講的 那種以日寄息的嗎 就不會 我什麼時候來 應該以日的 以日寄的 對 這一點是百分之百 就是說你可以借三天五天 不一定要借一個月 可以把它當成 你就以前不是有一個很流行 叫現金卡 你就把它當成現金卡的概念 就隨借隨還 是因為有一些中小企業主 他可能比如說要嘎三點半 他有那種票康 他如果說真的這一關過不了 他可能就會很辛苦 所以其實以這樣子來說的話 第一個他也不需要跟親友 低生下去 沒錯 因為你房子你臨時要賣 可能也沒那麼容易賣掉 你那麼快會見價要賣掉 所以如果你自己的房子的錢 可以運用 我覺得還蠻好 我覺得這樣聽起來還不錯 但是會不會有什麼陷阱 欸 哇 現在就是利息 我現在還沒有 人好兇 腦筋動得很快喔 我們都覺得銀行是誰啊 對 我覺得他這樣子感覺起來 好像真的還不錯 因為我比如說剛剛那個圖好了 我借了兩百八十一萬出來 我只是比一般我信貸的低 然後比房貸高一點點利息 那我兩百八十一萬我就還 就是還那個利息的部分 我也不用去 還是這兩百八十一萬 我只要一借出來 我的房貸又變多了 那進隆你 這個人好他有質疑 像這樣有沒有陷阱 其實他的陷阱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比較表 可能就比較清楚 基本上 那他一般貸款的目的不是 剛剛講不是拿來當買賣交物 他可能講說有一個靈活的周轉金 他通常都是用靈活周轉金的概念 那所以他動的方式就剛剛講 類似像現金卡 可以循環動用 那不像一般的那個指數型房貸 他可能動波就是按月要按照規矩繳席 那另外一個他還款方式就是隨借隨還 那一般房貸呢就是你一定要按月去貪還 所以最大你看到這個最大的特色就是理財型房貸 它是很有彈性 所以彈性呢最簡單 它的成本就比較高 所以它唯一最大的特色就是成本高 那成本有多高呢 假設今天你們借理財型房貸 他跟你說你借出來的錢要4到6%的利息 當然是比信貸低嘛 那你再要不要借 請問再做 急需要錢的話 那就會覺得它是一個比較低的一個成本的借貸方 因為馬上就可以借到拿到這筆錢 可是如果你用房貸的觀念的話 要你長期都負責4到6你願不願意 不願意 已經比原本的利率多了兩倍到四倍 所以基本上就用這樣看你就知道 如果你是長期就像一般之乖乖角房貸 上班族那可能就只輸型房貸 那理財型房貸就剛講的 如果你真的臨時有一個急需的缺口 就是你已經不管成本了 我記得好像那時候1.88的時候去年 那差不多3.1到3.5 也就1.88差不多再多個5碼 那他有舉兩個例子 有一個開花店的女孩子 因為她本身愛做股票 那開花店當然她有現金流 但是如果說突如其來一個好朋友 像紀妹妹打電話說 哪一支名牌 哇 溫潭欸 那當然她明天買下去 後天要交割 馬上銀行領就有了 然後三天以後真的賺21% 趕快賣掉又還回去 所以聽說她因為這樣周轉賺很多錢 有一個叫郭進鴻先生 她常常國內國外這樣跑來跑去 做飛機 結果她常常有時候要買房子啦 看到土地啦 突如其來的 定金500萬 你到那邊去總共500萬 馬上她有500萬的額度 馬上放下去 然後兩天以後 嘉欣說那一塊地太好了 給你賺200萬 又馬上賣掉 她又還回去 聽說有這樣的成功例子 不過這是人家舉例的啦 坦白講現實的社會沒有這麼美好 而且眼光要超準 現實的社會沒有這麼美好 但是你要奠奠自己的金量 如果你真的像金美美很會理財的話 跟她拚一拚對不對 人不冒險妄度一生 謝謝憲哥 謝謝 總之這個理財房貸的成本 還是要因人而異啦 你的條件其實你可能可以談到 比較好的那個理財房貸率 它有彈性的 其實它這個是有彈性條件 沒錯聽起來是真的很靈活 瑞君你會考慮嗎 我的就是這一型的 你現在就辦這一型的 對 對 就是我之前買房子的時候 他就是拿出這一型的 那你的條件是什麼 你現在加碼多少 這就是一個問題了 對 我就是等一下我下了節目 馬上打電話 你不知道 對 我搞不清楚 因為我那時候本來是 所以你還沒有動用過 你等一下打個聲音 你有動用過嗎 我沒有動用過 因為我那時候為什麼沒有聽 沒有去記得那個加碼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心裡面是告訴我自己說 最好不要用 所以他選擇這個 其實就是選錯房貸 可是他沒有底力型那麼高對不對 這樣底力型就是差很多 可是你明明就有指數型 一字頭可以選 可是我一開始好像也是 這樣判斷比較簡單 就是說彈性度 那你看這三個哪一個最彈性 那我的是超彈性 這可能要解釋 一片你幾號吧 我的就是這樣子 就是原本我有貸款一個金額 然後我就是每個月固定要還本家利 除了此之外 那我還本家利之後 我是不是就變成我的那個 借款的金額會越來越少 對 對不對 然後借款的金額越來越少 就跟這個邏輯是一樣的 我就可以隨時多出來 我還了多少金額 我就可以從裡面再 隨時喔 我如果 那你跟我一樣 對啊 可是我有用 你有用 對 那你那個是你才行的 我真的有用 而且我都把它提光光 那你很喜歡 不是 他有賺錢啊 因為他提光光他就賺8% 9% 10% 對啊 那就OK啊 沒有啦 我拿去蓋房子 去家啦 所以是要拿來賺錢的呀 不是 可是問題是說 因為我現在這樣子的話 就變成說我的那個是兩個帳戶 我還那個貸款的是一個帳戶 然後可是我要借用現金是另外一個帳戶 這樣就是屬於這一種嗎 應該是類似像這樣 那我是不是每一次提錢的時候 我的利率都不一樣 因為我不是固定5號題嘛 我可能需要的時候才提 對 所以利率都不一樣 可能他的利率就是 剛剛可能有一個加碼 也是類似有一個指數的一個概念 而且到現在他都沒有要我還錢 他不會要你還錢 幹嘛要你還錢 幹嘛要你還錢 對啊 我要你還錢 我覺得最好每天就 所以每個月要繳那個利息 他每個月會結算一次利息嗎 還是在還錢的時候才 他是一天一天算的耶 對 利息 還錢的時候才一天一天算 對 一天一天算 算利息給你看 在業餐的時間可以借多久 就一直 一直 他借你50年也可以 對啊 那你借多久都沒有還過 我蓋房子也不過一年的事 你要借很久 所以就變成這樣子 像我有個問題 比如說我借500萬 然後呢 就是我前一陣子 比如說有一筆余錢 那不多 大概就50萬這樣 那我就想說 反正也不知道幹嘛 就把它丟進去好了 那我就把它還了本金嘛 那照到底講 500萬如果本金加利息 大概是3萬出頭嘛 我們隨便講 比如說我本來每個月 是繳3萬2 可是我後來發現 我還了50萬以後啊 照到底講 聽起來還 起碼是十分之一不見了 可是我就發現 應該要還的錢變少 繳房貸的時候啊 為什麼還是要繳3萬1千多 只差給一兩百塊的那種感覺 那我就想說 因為你感覺上 少了十分之一的本金 你感覺上 你每個月本金加利息 應該數字要變少 應該也要少 對 那我後來打電話去問他 他就說他幫我看了一下 他就說是這樣子的 他把我的本金變大了 還的本金變大了 利息有變少 我一點也聽不太懂 我也聽不懂 那如果我本金 還得比較多的話 那我是不是 我就不用二十年還完啦 對 我如果不對 可是我綁二十年的約啊 雖然沒有限定 對 那他會自動縮短時間嗎 沒有就是說 本來你這樣三萬兩千塊裡面 你還了三萬兩千塊 比如說 一萬六是本金 對 一萬六是利息 那現在你還了以後 他給你改了 改了就是說 變成兩萬是本金 一萬二是利息 對 那這樣的話 你的本金會越還越快 對 那你到後來明年開始 你的利息會越來越少 那他還是要還二十年 不用 可能不用還二十年 那重新計算 他還五十萬的 其實你的時間沒有改變 你會重新計算 只是說他把你的錢 本金重新計算出 你的本幣 重新計算 所以你會不用再還二十年 你會覺得 沒有很多是因為你 你用一年去看 如果你拉長 你後面整個 它是用整個年度 二十年來算的話 二十年去算你 換算下你的利息 去攤在這後面的年數 因為你是每個月少一點 對 所以加起來一年就少比較多 對 所以我還是二十年 只是我到時候 總金額的利息會變少 對 那我們再請問俊宏一下 我們剛剛談的都是銀行 對 那除了銀行的管道以外 我們一些投資朋友 我們的觀眾朋友 還有沒有其他的管道 比較好的 利率比較低的 有有有 其實銀行借錢 他有閒置資金 要借給大家去買房子對不對 對 那怎麼樣銀行要很多錢 才會有 你的成本才可以降低 對 如果銀行有很多錢 那什麼樣的銀行錢 會比較多 就是金控 就是他有交 他本身有很多的 比如說他有銀行 有證券 有保險公司 有很多的這些 他的資金來源有很多種 所以他相對來講 他的資金的成本 資金成本會比較低 是金融商品多的這種 對 那過去以前 可能比較少人 比較少人注意到 保險公司的房貸這一塊 對 原因是那個時候 過去大概兩三年前 保險公司的房貸 他比較重視利潤 是 他覺得利潤很重要 可是大概再巧巧的 在去年的時候開始 他們好像 開始在想要爭取 他的市場的一個佔有率 所以他現在的利率 加碼利率 我剛剛是不是講說 平均現在你去看 加碼利率大概是0.5 對不對 那現在 那個保險公司的房貸利率 加碼利率是0.4 相對來講 就省了那個0.1%的 那個加碼利率 對然後在條件上面 剛剛講比如說像 保險公司的部分 像一般人都有保險 對 你如果裡面的保險 都會有所謂的 如果是保駕金 比如說你的保駕金 一般如果裡面 已經累積了300萬 對 或者是你的年收 年繳保費有超過30萬 是 你就會算是優質客戶 你就可以再爭取更低的利率 你在申請的時候 是一定要保護 才可以申請嗎 基本上不一定 保護是他有優 剛剛講說他的條件 他有另外優惠 對 剛剛有提到的就是專業人士 是 就是他的條件 也是跟一般的房貸很像 可是他多了一個 所謂的保駕金這一塊 其實這個我可以補充一下 因為在過去保險公司每年 某一家保險公司 一年他收了一兆的那個 保費進來 對 那以前的錢很好投資 資金好雄厚 對 我就是買房地產 能夠租給人家 我一年的獲利率可能10% 對 那時候銀行的房貸利率8.6 你去跟保險公司談 硬得很 就是8.6頂多差零點幾 那最近不一樣 利率1.3 然後那麼多錢 哇 保險公司都虧錢 這個時候他想到了 如果我 不能夠去賺1.3 那不如我就 帶給你的房貸 1.885 還多賺了0.5 對 不然你到美國去還虧 一年虧了400億 虧了800億 那股票從1975塊 跌到30幾塊沒人要 對不對 他這時候想通了 所以這個時候 你可以利用你的優勢 像你以前繳很多錢 對 那你知道你可以跟他談 談看看 那這個部分來講 你就部分弄在那邊 部分在銀行 你就有靈火 而且你有兩個可以比較一下 對 讓他們自我競爭 不過我們再請問嘉欣一下 我們剛剛談到的房貸 除了看利率以外 那看這個利息以外 還有沒有其他要特別注意 其實我大概提醒 觀眾朋友三個部分 第一個的話就是說 你可能要閱讀房貸七月的內容 那你如果不懂的部分的話 你要馬上問 像剛剛比如說 跟售減貸款的話 確實是比較好 就是說可能利率的部分的話 是比較好 可是它有些可能 對 可是它可能就是有一些 比如說套房 工業住宅 對 這種東西它可能不帶 那可能就是說 如果說你要再申請 貸款的這個部分上面來說的話 你要問好 然後另外來說的話 就是說其實有時候 你先還錢 銀行它並不會罰你違約金 但是你如果先 對 所以可能這個部分 對 要看清楚 然後第二個部分來說的話 就是說你大概比對一下 每一期的還款金額 像剛剛瑞君就很有警覺性 發現自己多還50萬 怎麼好像價錢差不了多少 所以可以就變成說 你可能每一期 來做一個關心的時候 其實到後來銀行 它會對於你這樣子的 一個客戶來說的話 真的喔 對 那所以就是因為 因為它知道你都會注意 他們的電腦是不是有個表 就是說這個進來 爭論過幾次 稍微方面會跟客人家主有沒有 對 難搞 OK 這樣子 對 因為其實你跟銀行反應 或者是說 像季妹妹比如說 她會選牛西蘭隔壁 對 或者是說 可能跟李專反應的話 那你常常反應的話 可能它在這個部分來說 萬一有一些變動的部分 它就會比較親密 是 然後另外很多的朋友不知道 其實房貸是可以抵稅的 對 本來可以 對 就是說你如果說 你一年的這個房貸的利息 是在30萬以下的話 是 你在每年做所謂的 你可以把它列進去 因為銀行它都開證明給你 對 對 那你千千萬萬不要 就是省了這一道 因為確實你可能在稅的部分上面 會省不少錢 對 我瞭解 你講這個是自用自宅 自用自宅的部分 那自要動就不行了 第二道你如果出租的話 這個部分是不給你稅的 是 謝謝 那今天其實就是 我覺得講到房貸 大家頭都滿痛的 不過真的就是 其實不同的族群 有適合不同的房貸 所以就算頭很痛 還是要耐著性子 認真的把它弄清楚 可以讓你的荷包多省很多錢 最後我們一起來聽聽 憲哥有話跟你說 好 那房貸白白種 需求大不同 你跟銀行打交道的時候 要多看 多問 多比較 你才能夠聰明挑選審核包 我們今天講了這麼多的一個 房貸的一個形式 你哪選出一個 對你比較合適的房貸 對你來講是比較有利的 沒錯 所以憲哥呢 除了要教大家怎麼審核包之外 還要教大家小錢這麼便大錢 憲哥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的新書 對 那其實在最近這一兩年 我演講的時候呢 都希望大家能夠用存股的概念 選擇好股票來存股 在不景氣的時候 讓你的小錢可以 慢慢慢慢一頁一頁的 變中錢 變大錢 你的錢每天都在長大 你連睡覺晚上做夢多一下 沒錯 太好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喔 也謝謝所有的來賓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你們好 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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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